Hi, Wild Time的酒師大維維 今天說威士忌 威士忌是一個蒸餾酒 剛蒸餾出來的酒是沒有顏色 沒有味道的 所以用什麼筒呢 就直接影響到風格和味道 就像這個蘇格蘭威士忌 它習慣用二手筒 大概有90%都是這樣 對大麥的一個尊重 因為它的原罪是大麥 想保留一些香氣 細緻一點的香氣 所以它就不用這個新筒 就跟美國煲本威士忌相反 因為美國煲本威士忌 就用新筒 就不用舊筒 新筒就是很重的味道 全新的木頭 木質的影響是特別明顯 有一些香料 白胡椒 肉桂等的味道 所以它們會用二手筒 不代表用什麼糖 新筒舊筒 就是好還是不好 風格上的不同 而二手筒就是分了兩種 一個就是美國煲本筒 一個就是西班牙的雪梨筒 所謂的美國煲本筒 就是入過 陳全美國的煲本威士忌 剛才說了 美國煲本威士忌 是美國的法規 就是不可以用第二次的這些筒 所以來到蘇格蘭 是非常適合的 一個是用新筒 一個是用舊筒 一個是用舊筒 所以是非常平衡 煲本 威士忌主要的原材料是熟 所以很明顯的奶油 香草 椰子 這些味道 還有美國煲本筒 內側是用火烤過的 所以會有很明顯的堅果 杏仁這些味道 第二個就是雪梨筒 雪梨筒 雪梨筒 即是西班牙的雪梨 陳全西班牙雪梨酒的桶 雪梨酒是一個加烈酒 葡萄和酵母發酵完之後 再加一些烈酒 令酒精度提升 主材料就是用葡萄 葡萄又加烈又陳全 其實有點像巴蘭迪的感覺 比較口重的感覺 有些梅果 葡萄乾 椒糖 巧克力 這些味道 也有些杏仁 如果第一次喝威士忌 或者是女生去選威士忌 其實選一些 用西班牙雪梨酒陳全 都是不錯的選擇 另外最後就是看顏色 因為很多人會看到 這個顏色深一點 一個淺一點 就是一個陳全的 時間不同 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入筒不同 顏色會影響 比如說雪梨筒 雪梨筒 因為是用西班牙的紅橡膜去做的 所以它的顏色會明顯深一點 而鍋本筒的顏色會淺一點 不代表色深色淺 就會代表好還是不好 而你要試過才知道 你喜歡的口感 所以大家可以不停去嘗試一下 買一些陳全的音樂 可能是波本筒陳全的 和雪梨筒陳全的 去做一個比較 也都很好玩的 不如訂閱我們的Youtube Follow我們的IG 和Like我們的Facebook 好了 拜拜 拜拜 好 好 好